六四紀念館被指未領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支聯會決定暫時關閉紀念館 六四紀念館上午沒有開門 支聯會說食環署人員 昨晚下午到六四紀念館調查 指支聯會未領有公眾娛樂場所牌照 涉嫌違反公眾娛樂場所條例 經商議之後 認為需要掌一步諮詢法律意見 同為保障工作人員和參觀者的安全 決定暫時關閉紀念館直至另行通知 六四紀念館早前邀館經過翻身後 剛剛在星期日重開 食環署早前回覆查詢時說 近日接獲投訴說有人在旺角度一座商業大廈 無牌經營或使用公眾娛樂場所 食環署經調查和取證後展開執法程序